每一個人他都會有一些自己在意的事情 你如果要把他在意的事情 當作是缺點來看的話 他就很難再去做一些不同 因為缺點本身意味著你希望和大家一樣 所以要看的是空間特質的本身 我們去凸顯他最獨特的 他的識別性會是最高的 這是一棟全毛胚的透天措 我們一開始在場看的時候就發現到這個房子裡面它非常寧靜有為的氛圍 清水磨或者是木磨拆磨的痕跡 甚至可以看到營造過程中牆上做的一些記號 正是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一次的設計裡面可以保留最原始的空間架構 讓光線空氣還有綠意可以很自然的帶入生活裡面 這個空間架構總共有六層樓 地下室是停車場和健身房 一樓是客廳和起居空間 二樓是開放式的殘除區 三樓以上是我室 一二樓公區的設計是採用了兩個空間向度做組合 一樓是以水平開展的方式 從客廳一直走到很舒適的起居區以後 你會看到一個框架去帶到外面的綠子 第二個向度就是垂直往上發展 因為我們希望強化空間的挑空效果 所以在二樓加了一個空橋的設計 平行的元素 讓空間裡面原本垂直水平的元素更加柔和 空橋上面的地平是使用了沖紅金屬 那這個材質的特性很有趣是因為 它可以讓光線從縫隙透出 所以底下的光影會變得非常豐富 屋主的收藏非常多 所以展示的開口不會是全部朝外 這樣可以讓身體帶動視線 你可以在移動的過程中 產生一個很有趣的觀看經驗 會像美術館一樣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收藏以外 也可以去和二樓做互動 所有的空間設計其實都是以人作為出發點開始 所以我們只以白色 木頭色 還有水泥色去做基調 通通屋主很豐富的收藏 因為這個空間財度比較低 所以其實透過軟裝 能夠讓這個空間有活化的效果 所以有用了一些好玩的綠色 或者是黃色去點綴這個空間 它就會讓整個空間有異廊的感覺 二樓是餐廚區 規劃了比較適合烘焙的中島檯面 和開放式的廚房 提高料理的自由度和空間的開闊感 到不同的城市 會接觸到不同的文化 這一些事情會讓我有很多很多靈感 因為其實在操作這個空間的時候 讓我聯想到跟土地材質有關的元素 那在餐廳和頂樓的T側燈 是和當地的陶藝夾一起設計的 這個系列是 我是氣 概念是來自於土地承載萬物的包容性 這位藝術家擅長操作的就是 將陶捏縮成帶有紋理和縫隙的特質 讓光從縫隙中透出 不僅修飾的質樸元素 也可以點出空間的設計核心 三樓規劃是整層主臥室 在這個空間的舒適性 就是要把自然的元素帶進去 它才能夠讓整個空間達到舒適的效果 床頭的設計是以半高的簡約設計當備考 一方面可以走管線 同時間在這個管線上面也有細部設計作為掛鉤 讓造型也兼具機能 然後平常身體不會接觸到的地方 還是保留了自然原始的元素 所以當下午的時間有光進來的時候 綠就會自然而然的帶進來 洗手台的檯面可以做的比較深 我利用了材質上的高低做了一個界線 暗示你可以常放的瓶罐 隨手好取 然後也可以確保檯面可以維持在比較乾淨的狀態 衣帽間本身是比較居中的空間 採光相對會比較弱 所以部分隔間就採用了玻璃的材質 讓光線仍然可以在空間中流動 規劃小孩房的時候討論到 他們都很喜歡微壁的空間感 我們在操作微壁空間的時候 常常會提到的就是空間中的空間 它會讓空間很多變 然後很多層次 不過這一次的操作是在房間裡面 會有一個問題是 你會讓整個房間變得很壓迫 那這時候我們就不要掉到 一定要微塑出一個微壁的事情 而是要跳出去看 微壁和收放之間這兩件事情 你在進開口的時候你是往內看 但是你進到這個微壁的空間裡面 你往外看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有空氣光線 所以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可以感受到很安定很滿足的感覺 觀察對我而言是關鍵 是因為我會需要很用心去感受生活 因為我可以從不同的視野 為此去提出一個新的看法 對我而言這個空間有一點衝突感 因為我保留了很原始的架構 可是又加入了很多比較精細的 好比說軟裝 那要把這兩件事情整合起來 其實它是一次挑戰 就好比說每一個人他都會有一些 自己在意的事情 你如果要把在意的事情 當作是缺點來看的話 它就很難再去做一些不同 因為缺點本身意味著你希望和大家一樣 所以要看的是空間特質的本身 我們去凸顯它原始最獨特的 是最個人的 它的識別性會是最高的 希望屋主一家可以很輕鬆很自在的 在這裡面生活以外 希望能夠將光線空氣和綠衣 帶入這整個空間裡面 所以和花藝師、藝術家共同合作 讓藝術在家裡面自然而然的形成 會像美術館一樣 你從每個地方看都是很美的景